这不是 这看着像生姜呀这东西 这看着像生姜呀这东西 它的模样像生姜 沙上倒是有的东西 你还去埋去地里 倒是去挖一点不就可以了吗 人家就是说要傻 那老人家嘛都是说 这里你说真的还跟黄金一样呢 是不是 可他把它当成宝 晒出了斑 摔出了病 也要把它种好 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可怕的 你看这么高一下都是狗里面 还是非常的可怕的 久蒸久晒 他要让它透出马脑色 有个马脑色 你看通红通红的 看湖北重阳的雄银德 如何让地理生金 把这种像生姜的东西 一年卖出三千多万元 财富无处不在 行动成就梦想 欢迎收看智福经 发现一个好商机 创业 咱们就卖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湖北省重阳县的雄银德 创业的第一步 卖得让大家伙捏了一把汗 它要种一种长得像生姜一样的东西 但是这东西当地大山里它就有 村民的挖来也就是一斤 卖个一两元钱 但神奇的是 雄银德种出来之后 经过加工 最高卖到了两千多元一斤 咱这就去看看 它到底是个啥 我们今天带来去 选我们的宝贝 在我们当地来讲的话 这个是一个非常值钱的东西 雄银德要带我们去山里 找一个宝贝 就是这个宝贝 一年能给它带来 三千多万元的财富 这种东西 喜阴喜湿 长在山的背阳面 山上没有通车 只能靠步行 杂草多得难以下脚 草丛里更是暗藏危机 这个刺的话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荆棘 那个刺 这个我们要带手套 一般的抢下的话 如果的话不带手套 就容易把手给刮伤 杂草里有不少荆棘 这些刺很不起眼 要万分小心 小心一点 两个多小时后 我们终于到了竹林 拿了竹子之后的话 是真的那个 你到这里来 你到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 到平安的位置去 放眼望去 竹林里没什么特别 雄银德口中的宝贝 到底是啥呢 雄银德埋着头 边走边看 就在这时 一个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 终于找到了 这就是我们宝贝的杆子 这宝贝所以就买在地下是吗 是的 那你挖出来看看 我到底是啥宝贝 好的 太启动了 我们现在来的边上挖 在采挖时 从金杆的周围开始挖 雄银德挖得小心翼翼 挖到那个杆子 有吗 那样 我看到这个了 这牙吧 这看着像生姜呀 这东西 是的 我们这边的熟名就叫老虎酱 别看它长得像生姜 可比生姜值钱多了 苏名语就叫黄金 黄金是我们一个重要材 其实那也是药食两用 我们既可以入药 也可以做食用 黄金是一种百合科草本植物 其根莖既能入药 也能通过加工后使用 有健脾胃 润心肺的功效 在重阳的山里 野生黄金不少 一般生长在山的 背阴处和溪流旁 可雄银德招野生黄金 并不是为了卖钱 而是别有用途 我们采挖机的话 也会来挖 然后这个季节也会来挖 就是说来测量的 一个含量的变化 雄银德采集不同的野生 黄金样本 就是想通过分析 不同温度 土壤 对黄金成分的影响 来不断改进 人工种植黄金的方法 因为它在山下 种了三千多亩的黄金 一年能卖出三千多万元 现在看到的话 是光头秃的一片 其实什么都没有 但是其实我们地下 全部是种满了这个黄金的 我们的黄金 真的变成了我们的黄金 雄银德可真没有吹牛 因为它的黄金加工后 最高能卖到两千多元一斤 如今在重阳县 有两百多户农户 在它的带动下 种起了黄金 种植总面积达六万多亩 把过去只能卖几元前一斤的黄金 做成了一个特色产业 很多人都佩服雄银德 基本上雄总做任何一个事 他都是有肯定的规划 基本上我们每一步 都是按照那个规划去走的 因为我觉得他看事物的一个眼光 一个眼界 一个格局也好 都还是蛮深远的 比我们一般人他都会 看得很长远很多 所以我是比较相信他 也很支持他 那么雄银德是如何判断市场 又是如何把黄金最高 卖到两千多元一斤的呢 雄银德出生在重阳县的 一个农村家庭 大学毕业后 在浙江地区做家具生意 攒下了一定的身家 可2012年 雄银德突然做了一个 令人诧异的决定 他要流转三百多亩山地 种黄金 这个东西嘛 那时候买起来也只有七块钱 那啥量 那老人家们都是说 这里你说真的还跟黄金一样呢 是不是 你的钱发烧 他们就是说 你干嘛 这个山上倒着有的东西 你还去买到地里 倒着去挖一点不就可以了吗 人家就是说他傻 黄金的品种繁多 主要生长在800到2800米的山区 过去重阳的山里 就有不少野生黄金 村民们挖出来卖给药材收购商 价格低的时候 只有一两元一斤 况且黄金的生长周期要四年 这意味着前三年没有收益 因此当地没人愿意规模化种植 可雄银得意出手就是三百多亩 这让有些村民甚至开始怀疑起 他的真正意图 一时间村里多了不少风言风语 雄银得为什么一定要来种黄金呢 雄银得出生于中医世家 从小对中药有着浓厚兴趣 大学读的也是这个专业 那时他就立下志向 想在中药行业做出一番事业 大学四年雄银得天天泡在图书馆看书 毕业后虽然做家具生意 但却一直没有中断学习和研究 他看书看得很投入 你叫他吃饭 经常你叫他几遍 他都跟没事人一样的 我们就开的那个皮卡 从湖南一路到华华的时候 那一天我们都睡着了 他和资料写文章的话 他可以一整个晚上 非常兴奋着 我们早上五点起床 他刚刚把它做完 一有空 雄银得就上网看资料 对中药材市场也很关注 靠着多年的分析 他有了个惊人的发现 然后每年都有一个 就是对他的这个鲜品的话 有个数据分析最早期的 就是我们像08年 我们当时的价格 那个时候环境只有多少呢 四到五毛钱一四斤 09年那个时候就涨了一点 一块五亿公斤 那我们2010年的话 那个价格涨得比较厉害一点 那一年的话 大概是涨两块钱一公斤 这些数据是十年前 药材经销商到重阳 收购鲜黄金的价格 但雄银得发现 那时候的药材市场 将鲜黄金烘干 做成的黄金干货 已经能卖到三十多元一斤 价格还在逐年上涨 他预判不出五年 黄金干货会涨到一斤五十多元 而重阳县多山地 土壤以沙杏土为主 很适合黄金的生长细性 雄银得想规模化 人工种植黄金 为了方便集中管理 需要流转连片的地 可村民们都不愿意 把地租给自己 怎么才能得到 老百姓的信任呢 这天晚上八点 同中村来了三十多人 每到给村民付租金的日子 雄银得都会带着现金来村里 他觉得 让村民们亲手拿到钱 大伙心里才会踏实 2012年 雄银得也正式靠着这个举动 成功流转到三百多亩山地 雄银得觉得 想要得到大家信任 就必须拿出自己的诚意 那时 他从银行取了十五万元积蓄 并承诺大伙 只要同意租地 就按三百元一亩 预付未来五年的租金 2012年6月 雄银得成功流转了三百多亩山地 它的第一步就是平整土地 每年三月和八月 都是黄金的种植期 为了两个月后 能如期种上黄金 雄银得花八万多元 请来十几个工人 加班加点干活 六月的重阳开始热起来 一天中的气温 最高能到35摄氏度 雄银得像变了一个人 为了加快进度 雄银得中午也顾不上休息 由于经常在太阳下暴晒 雄银得还落下了病根 每天晚上 妻子都会给雄银得涂药 汗斑也慢慢消除 但只要气温上升 汗斑又会复发 妻子很心疼 劝他温度高的时候 在家休息 但雄银得不听 每天依然往地里跑 最终只用了一个月 就平整满土地 黄金一般采取根茎种植法 将成熟的黄金根茎 结成树段 然后分别种进地里 于是雄银得 用山里的野生黄金做种 进行培育阔繁 然而山高坡斗 挖到合适的种也不容易 眼前的这座山 雄银得没少摔过 我当时有一大河环境在那里 很激动 然后的话一小时不小时 那个路上下面 那个石头很滑 然后就一下子就溜下来了 幸亏还好 到那里的话就没有滑下来 你当时溜到哪了呀 你看溜到那个石头缝 那个位置 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可怕的 你看这么高 我一下子到这个沟里面 还是非常的可怕的 差不多有四五天吧 这个人身上粉身都在动 动不动 雄银得滑倒的地方有十几米高 山沟里全是锋利的石头 幸亏没有滑到沟里 雄银得才捡回一条命 身边人都劝雄银得别干了 可他在家休养了几天后 又上了山 他说 手机壳上的这几个字 就是自己的动力 这个手机盒用呢 是后面新买的 但是这个手机盒以前也有 我觉得每个人 在畅业的过程中 肯定有一个儿时的一个梦想 真心内心最早的那种想法的话 我觉得为自己奋斗是一种幸福 这些年里 雄银得画了六七个手机盒 但这八个字没有变过 在雄银得心里 对中药的热爱也从未改变 他觉得 只要目标坚定 就能闯出一番天地 2012年8月 雄银得如期把野生黄金 种进了地里 人工种植黄金 管理很重要 需要及时除草和施肥 否则就会影响产量 长到第四年 黄金便可以采挖了 一般黄金的地上部分 是有叶子的 但进入冬天 叶子枯萎 地上就是光秃秃的一片 采挖也需要技巧 为了防止挖伤黄金 要从沟边往笼上挖 不一会儿 我们就挖出来一棵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就是这些须根的都是 你看这个须根很发达 又长又多的 这个须根很发达的 就个头比较大 从根须可以看出 土里黄金的大小 靠着精心管理和扩繁 雄银得重的黄金 当个普遍能长到三四斤 亩产达到五千多斤 2016年 市场上黄金干货的价格 也正如雄银得所料 涨到了五十多元一斤 如果全部卖出去 雄银得第一批黄金的销售额 就有五百多万元 身边人纷纷佩服雄银得的眼光 可让所有人更想不到的是 这一批货 雄银得竟卖出一千五百多万元 是原先的三倍 它到底做了什么呢 黄金做实用的量 在独年的增加 而且它这个附加值 相对比药用的来讲的话 要高一些 黄金药食两用 在市场上 一般把鲜黄金烘干 做中药材销售 能卖五十多元一斤 但如果是加工成实用黄金 价格就能卖到一百多元一斤 雄银得想全部做成实用黄金销售 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 让我尝一尝 我要提好是这什么味道 好色呀 黄金自带苦味 如果生吃不仅刺激喉咙 也不利于肠胃消化 因此想要食用 必须经过一种 叫做久蒸久晒的刨制工艺 从地里挖出的黄金 用清水洗净后放入蒸香 蒸完再拿到露天亮晒 每蒸一次黄金的颜色都会加深 这样反复蒸晒九次 不仅味道有苦转甜 功效也能达到最佳 挺甜的 有点像那种 有点像 还没发现红薯干的红薯干 是的 就跟红薯干的味道一样 如果我们做果普类的话 像最蒸出来的这种 涂软度的话 它是 好感非常好 2016年 熊银德花20多万元 建了一个加工厂 通过久蒸久晒 五斤鲜黄金 能炮制出一斤实用黄金 按当时的产量 熊银德能炮制出 十多万斤实用黄金 卖一千多万元 可熊银德并不满足 他要卖出更高的价格来 这是我们最早的话 那个16年之前 我们做的一个黄金片 你看像我们现在的话 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随便拿一片 你看这个颜色就不一样的 你看 这个感觉更加润一些 是的 而且的话 我们在用光线来照它的时候 它完全成全有两个 不同的一个反应 有个玛瑙色 你看通红通红的 这种不是这样的吗 这个啥都没有 你看根本就不透 啥都没有 透不过来 你看这个片要比 这个片要耗两倍 这个比这个厚 但是这个还能透过来 是的 玛瑙色是判断黄金 炮制好坏的重要标准 高品质的玛瑙色黄金 一斤能卖上千元 是普通实用黄金的 十倍以上 可很少有厂家能做出来 起初 熊银德炮制的黄金 也照不出玛瑙色 可熊银德不甘心 他觉得要想在市场站稳脚跟 就必须从品质出发 把产品做精做细 为了炮制出玛瑙色黄金 熊银德从一争一晒 开始全程跟踪 我们考虑的这三个因素 第一个是真的时间 过长或者过慢 然后第二个是真的这个过程的话 那个火候是不是太大太小 然后第三个是这个亮晒的时间 是不是长短 后来通过调整时间之后的话 发现也没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想的是什么 这个温度 其实我们的话 九智的这个工艺的话 跟这个温度是密切相关的 黄金适合在15到20摄氏度亮晒 那时熊银德没有经验 无论气温多少都会亮晒 导致黄金晒过了头 经历了这件事后 每次亮晒前 熊银德都会看天气预报 符合气温的日子才会亮晒 就这样 炮制时间由一周拉长到一个多月 玛瑙色也逐渐显现出来 熊银德把炮制流程 全都做成了标准 第一次蒸完的黄金 工人会把坏掉的部分和须去掉 然后进行切片 工人们正在埋头苦干 一旁的熊银德 却突然爆发了 为什么五九熊银德 那不切这个 怎么了呀熊主 要怎么切 怎么了呀 熊银德气得不愿多说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一向性格温和的熊银德 发这么大脾气呢 那我问你呢 你用个铁器搞出来的 你吃吗 你肯定不规范 那正规的话 铁器给这个东西都不能接住的 一直以来 熊银德都严格遵循古法 进行九争九扇 这就要求黄金 必须放在竹制片 或者专用秃盘上征扇 而这一天 有些新来的工人 因为没有经验 把刚蒸完的黄金 倒进了不锈钢盘 我们的品质 肯定是我们的竞争力 就像很简单 我给两个产品放在一起 这个好感很好 这个好感的话一般般 那我作为消费者的角度来讲 那么这个贵一点 我肯定写着这个好感好的 任何一个细节 都有可能影响品质 熊银德不允许 自己的产品有任何意外 看着员工 把不锈钢盘上的黄金 全部处理掉 蒸好后的黄金 都用竹布挤装好 熊银德才放了心 可是卖出 2000多元一斤的黄金 还不是这种 我们先把这个皮切掉 去掉表皮之后的黄金肉 所剩无几 但这还远远不够 这一小块的话 像这个还要切掉 因为这里的话 有太多的木质木稳 你看这里的话 有很多的白点 像这个的话 纤维就比较少 这个好感要好多了 这个就是精品了 一吨鲜黄金通过层层筛选 最后只能得到 两三斤黄金条 熊银德将它们定价 2000多元一斤 切成片的黄金肉和黄金皮 熊银德分开销售 分别卖一斤400多元 和一斤200多元 由于品质高 这批实用黄金 熊银德总共卖了 1500多万元 随后 它将种植面积 扩大到1000多亩 许多村民也主动加入了 种黄金的队伍 黄金生长四年才能收获 为了解决前三年 没收益的问题 熊银德向专家请教 研究出黄金与蔬菜套种的 种植模式 手把手交给村民 所有的技术都是它那边提供的 一年就蔬菜 一年也能够挣过两三块钱 但是那个黄金的 它租期比较长 但是后面它包肥书 一毛地 我最少也能够采质 五到六万块钱 为了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 熊银德将黄金与美食相结合 打造出黄金饼 黄金排骨汤等特色菜 之后它又与其他厂家合作 开发出黄金酒 黄金糕等多种身家工产品 2021年销售额三千多万元 重阳县已经有两百多农户 跟着熊银德种黄金增收 不忘初心 方德始终 十年来 熊银德始终怀着 对中药行业的热爱 打破质疑 突破难关 实现了高品质 高收益 重阳县 山地居多 因地质疑发展 道地药材 也成为当地 致富增收的一技良方 好了 各位 今天的致富经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